清少年議員 希望這麼多青少年朋友看了之後可以引以為鑑 千萬不要干犯 讓我考考大家 大家猜猜商人行劫和勒索等等行為是否違法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這些事情連弟弟都知道 為何還需要問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協助和慫恿其他人違法 其實它本身亦都有機會干犯香港法例 好 你給火機給我 有玩家 你借火機給我 我幫你吃了它 好吧 你給了火 喂 年輕人 你給了我的年輕人 什麼 一枝年輕人 年輕人 你什麼態度 好潛力 有什麼態度不好 信不信我可以打你 不信 來 我幫你打給小魚 找到他也走了 找到他也走了 跟著他看看他住哪兒 好 如果飛機也沒有指數是他 一抓到他 跟著他 好像住這裡 我幫你打給小魚 好 你在哪兒 這麼久都不聽電話 剛才被人串 我現在是球場外邊 你快過來 誰串你 我女兒都敢串 你這麼久才來的 我剛才被人撞 怎麼被人抽水 摸他 你有沒有說認識我 說了 他就不知道你是誰 我去都不認識 這條村哪個不認識我 喂 兄弟 做事 留長短 我去哪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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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事 幹什麼 阿John 阿嫂被人搞 你又怎樣 不是 阿嫂這樣搞 就他 他在哪裡 在上面 上面 上面 那怎麼找他 我們步去吧 這裡第一條路 我不信他不經這裡 那好吧 我們走吧 等他 我們走吧 今天等不到 聽他再報歌 好 好 好 這次又要看了 喂 什麼事 喂 什麼事 喂 不認識你們 呀 年輕人 搞了我女兒 還不知我哪個 誰 是你女兒 是你女兒 還不認識我 做什麼 動她 撿她 喂 還不認識我 還不認識我 誰是你女兒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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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我剛才所說 這群人已經是乾犯了法例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站在旁邊 置身事外 就不需要負上責任 其實在罪案裡 落手打架那個 固然之是犯了法 但他旁邊的人 和他的同黨 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犯罪目標 例如在附近把風 又或者在旁邊推波助瀾 快點 甚至乎丟了雙手在旁邊看東西等等 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去接觸受害人 但也都已經構成罪行 是不是人家所說的事都是對的呢 是不是人家所說的事 你都一定要跟著照做的呢 我們警方對於所有的罪行 都是非常之重視的 對於所有的犯罪者 我們是絕不姑息 所以我呼籲大家 記得要奉公守法